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马启斯今天上午则是特别大秀了一段厨艺 虽然马启斯说私底下是有做菜的习惯 不过似乎在镜头前显得不太自在 没有办法展现他的好手艺 幸好旁边的主厨仔细的指导 合力将他美味的猪排料理给完成 参加总决赛的队伍分别是东京、上海、香港和台北的预赛冠军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他们如何把优质的美国食品 变成一道又一道的山珍海味 我正在烹饪厨艺、鸡 实际上我给了很多帮助 AIT处长马启斯穿着红色围兜兜大秀厨艺 为了这次的厨艺秀 马启斯在家有特别的做过练习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太多媒体在场 显得有点生疏 而马启斯原先是担任主厨 不过一旁的主厨有点看不下去 就亲自示范 让马启斯成了小帮手 甚至还帮主厨捡起掉落的柠檬相当亲切 两人最后是合力摆盘 将相间朱里基给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